断天牙 来吧 一招定生死 这是断天牙与柳生弹马首的最终一战 也是断天牙第二次使用幻剑对比 那么幻剑能够胜过杀神一刀斩吗 就在一炷香前 断天牙来到张敬九居住的客栈 想要了解张敬九寻找杀害上官海棠真凶的进度 却不想断天牙来到张敬九的房间 发现张敬九已经被人一刀封喉 应当是一名绝顶高手所为 张大侠 天牙对不起你 害你被人杀害 你在天之灵 保佑天牙为你报仇 柳生弹马首见断天牙发现了自己 主动从门后走了出来 断天牙见到柳生弹马首大吃一惊 没想到他掉落悬崖还能活着 要不是他发现张敬九的血还是热的 判断凶手还没走远 怎么也不会想到 杀死张敬九的会是柳生弹马首 看来你的武功进步不小啊 是你杀了海棠 要是真有本事就为他报仇吧 好 柳生弹马首为了维护柳生挑戏 主动承认杀了上官海棠 断天牙为了替上官海棠报仇 拿出了拼命三郎的架势 出手猛烈迅捷如风 招招直攻柳生弹马首的要害 可柳生弹马首身为扶桑宗师 无论是武功还是经验 都要在断天牙之上 因此柳生弹马首很快发起凌厉反击 逐渐压制起了断天牙 追着断天牙四处乱窜 一百招过后 断天牙已经彻底落入了下风 被柳生弹马首打得节节败退 尽管他突出奇招 一箭伤到了柳生弹马首 可也给了柳生弹马首一个重伤 他的绝佳良机 柳生弹马首想起柳生飘蓄的警告 放弃了重伤断天牙的机会 断天牙知道今天他和柳生弹马首 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 向柳生弹马首发起了最终挑战 柳生弹马首丝毫不敢大意 他已经手下留情过一次 绝不会有第二次 柳生弹马首拿起武士刀 用出了他的成名绝技杀神一刀斩 凌厉无比的刀器扑面而来 要将对面的断天牙切成碎片 断天牙心之警套一鹤派人数 根本不是柳生弹马首的对手 于是违背了对绵狂四郎的誓言 用出了最强绝招幻剑 这就是天狱 断天牙利用太阳光的反射 成功杀死了柳生弹马首 这让柳生弹马首直呼天意 要是今天是一个落雨天 或许死的就是断天牙 不得不说换剑的弱点非常明显 言归正传 断天牙杀死柳生弹马首后 一个酷似蝎子的瞎子 来到客栈寻找张静久 张静久给了他几个音符 让他调查音符的来历 现在他已经找了出来 断天牙探着手中的音符 想起了当初去扶桑学舞 遇见柳生雪姬的场景 无论是柳生雪姬还是柳生飘续 他们似乎都对这首曲子情有独钟 而上官海棠留下这首曲子的音符 再加上张静久曾经的推断 让断天牙有了一个恐怖的猜测 话分两头 柳生飘续见断天牙迟迟未归 担心铁胆神侯违背承诺对断天牙出手 谁知这是一个黑衣人出现 手持长剑刺向了断蓝 柳生飘续为了保护断蓝 顾不得隐藏自己的武功 当即出手拦住了黑衣人 黑衣人的武功同样不弱 与柳生飘续打得有来有往